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就是雨这个字 雨对于人们的生活以及农业的生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从原始的农耕时代就有一些奇雨的习俗 崇拜雨师 那在古人看来下雨这种自然现象是由雨神所操纵的 而人们观察下雨的样子就造出了文字 甲果的雨看起来像是水从天上降下来 最上面的这一横表示天 而点的部分很容易了解 大家猜对了吗 没错就是雨滴一滴一滴的解释成从云层降水的意思 而晚期的甲果文呢 把雨滴的样子描绘得更清楚了 到经文 雨的线条变得方方正正又对称 接着这个赤皱文的雨 哇看起来雨吓得很大 比起经文呢 线条呢是比较圆滑一点 而到了说文的小传呢 雨的字形已经跟凯书很接近了 后来也就演变成我们所熟悉的雨字了 另外雨也可以当作动词使用 读作欲 意思是下雨 例如韩非子里面提到的天欲坏腔 就是一直下雨 墙壁都坏了 又例如易经小序卦里面暗示事物正在酝酿 尚未发作的密云不欲 雨还可以用来比喻众多 例如枪林弹雨 接着我们快速看一下雨的基本资料 雨的读音有两种 分别是雨以及欲 步手是语步 总笔画数八画 笔顺首先一横 左下一竖 右边一个横折竖沟 中间的地方稳稳的一竖 长度不超过左右两边 最后点 调 撇 那就完成了 雨的简体字和正体字形是一样的 汉语拼音是雨以及欲 知名乐团五月天 他在苍结这首歌里面唱到了 天欲速 鬼夜哭 思念满太鼓 前面六个字 天欲速 鬼夜哭 其实它是从淮南子这本书里面引用出来的 原本的文句是说 习者苍结作书 而天欲速 鬼夜哭 说了苍结造字以后 惊天动地 连天都下起素敏 而鬼则夜晚提哭 有了文字就几乎等于人类智慧的开展 所以就算这么夸张的说 天欲速 鬼夜哭 看起来也似乎是还蛮合理的 天下起素敏是一种异常的现象 而人们对于下雨又是什么感觉呢 一起来欣赏宋朝文人讲节所写的余美人 少年听雨 歌楼上 红竹昏罗障 壮年听雨 客舟中 江阔云堤 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 僧如下 并以兴兴也 悲欢离合 总无情 一任皆前 点滴 道天明 少年的时候在歌楼上听雨 陪伴我的是让烛光照耀的昏红的罗杖 壮年的时候在做客的船上听雨 面对广阔无际的江水以及低垂的云朵 偶尔还夹杂着呼咽的叫声 跨破西风 如今我的两鬓已经斑白了 在河上的炉舍里面听雨 体认到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总是非常无情 只能任由台阶前的雨滴滴答答的直到天明 人生三个阶段听雨都有不同的感觉 而一年之中有一段细雨绵绵的日子 不管是哪一个人生阶段天天都得听雨 也就是梅雨绵也叫做黄梅天 是梅子的成熟期 所以我们带来贺著的清玉案 我再也看不到你轻盈的脚步来到这个横堂路 或锦绣年华呢 这一切的美景跟华丽的庭院空荡荡的 春天在哪里呢 暮色苍苍 白云飘动 刚刚写出了悲痛欲绝的诗句 假如你问我有何忧愁 我只能说就像那一望无际的野草 满城飞舞的花絮 还有黄梅时节 那撩人心头的毛毛细雨一样 这个非常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这个雨天总是使人是忧愁的 但是现代的作家齐君女士 却是一个爱雨的文人雅士 她的一篇下雨天真好 被收录在中学的课文里面 同心同趣 连雨天窗上洒满的水珠 都可以让她乐得许久 这么想想 阴雨连绵的天气 是否就比较不讨厌了呢 我们知道雨天过后总会放晴 这时候就会说雨过天清 青色也就是天空放晴时候的颜色 跟云开见日是相似意思的词汇 各位亲爱的朋友 遇到挫折总有雨过天清 重见光明的时候 维持正面的思考也会吸引好运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的自由联想 看看几个雨步的字 接着自圆其说带来雨的故事 别走开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